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这个内容管理页面的两个界面呢,做完成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制作后面的最后一个功能 那么就是这个标签管理页面的这个界面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相对来说,之前的这个的话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有一个这个网页的标题,然后呢 下面呢,就有一个这个输入框和一个按钮 然后下面呢,就有这个标签的列表 那么我们刷新看一下 我们点这个标签后面的这个叉呢 那可以把这个标签呢,删除掉 好,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简单 并且呢,下面的这个标签功能呢 也是基于这个Bullstrap框架自身的一些这个插件来制作的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应该如何来制作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编辑工具 然后呢,找到这个TIG页面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是哪些呢 导航,那么导航之后的呢,就可以不要了,对吧 好,我们把这个页面呢,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需要把这个管理标签这个给它写出来,对吧 管理标签 好,那么我们先来写一下这个管理标签 那么在写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页面呢,都是一个这个基本上基于百分百的一个显示 所以说,它就是占用了整个三个系统 好,那么我们来布局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来写 好,我们找到这个导航的下面 写一个div 给它一个class等于container 然后呢,div class等于row 然后再来一个div 给它一个这个class呢 是这个col-md12 col-md-12 那么这样呢,它就占用了整个三个系统 首先呢,我们来写这个页面的这个标题 好,我们给一个div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class呢,等于这个pgheader,对吧 这个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说大家要理解一下 那么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好,然后呢 给一个这个标题呢,是什么 标签管理 tig 标签管理 好,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标签管理的话 现在是被隐藏掉了 所以说,我还是需要像之前的课程那样把它给放出来 那么怎样放呢 我们只需要删除掉这个导航的浮动呢 就可以了 OK,然后来刷新看一下 好,tig标签管理 标签管理 然后呢,下面是一个这个输入框 是一个输入框 那么我们来这样来写 在这个下面呢 可以这样来写 写一个这个div 先写一个div 给个class等于这个culgmt-12 然后呢 我们来里面写呢 写什么呢 写一个这个from 好 然后这个表单里面呢 它是有两个组成的,对吧 一个是这个输入框 一个呢 是这个添加的这个按钮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输入框 一个按钮 那么这个输入框呢 我们可以让它这个占用三格的 这个十个三格 然后这个按钮呢 添加按钮 占用两个三个系统 好,那么我们这样来写 div class等于culgmt-10 然后呢 这个是按钮 再两个 好,我们现在来写按钮 按钮 给这个按钮呢 加一个这个type属性呢 是submit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样式 class等于这个btn 然后呢 btn-default OK 然后给它输入文字 添加 好 那么按钮写完了 我们再来写这个输入框 那么输入框呢 直接给它一个这个input input input里面呢 我们给它写这个样式 class呢 等于这个moreland的这种风格样式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提示语句 好 叫什么呢 叫做请输入要添加的这个标签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样呢 这个标签的这个输入的功能呢 就完成了 对吧 这样一个界面 好 输入标签 然后呢 可以点添加 好 当然我们这里是不能添加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写下面的这个标签的这个标签 具体的标签的这个代码 好 那么这个标签代码的话 之前讲过的吗 它是基于这个blusdrop框架自身的一个这个弹出功能的一个JX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进入这个中文网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组件 然后找到右边有一个这个警告框 警告框 点一下 那么这里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警告框 但是呢 这个警告框呢 它并不能够关闭 这是一个提示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警告框的话 之前我们是在这个项目中的这个用户搜索这里 使用到过 好 用户搜索这里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用一个这个可以关闭的警告框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 可以关闭的警告框 那么这里呢 它就有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个demo袋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demo袋呢 复制过来 好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呢 放到哪呢 放到这个按钮的下边 好 放到按钮的下边 那么在这个按钮下面呢 我们再来写一个这个div 先把这个表单去掉 好 下面来 在这个 这个最外层的这个里面呢 再来写一个div 好 然后给它一个class呢 还是占用这个12 然后里面呢 就来放我们的这个demo袋 好 这里的空格呢 删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刷新看一下这个效果 OK 那么是这样的 我们只需要这个string里面的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描述呢 我们就可以删掉 好 我们只要一个这个string 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标签 那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标签是什么呢 是这个 blastrap对吧 OK 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标签 那么是什么 是麦子学院和这个前当课程 好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demo袋呢 复制一下 看一下 是这里 这个呢 是麦子学院 这个呢 是前当课程 好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样呢 它就把这个标签呢 罗列在下方了 但是这样呢 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 我们想让它什么呢 这个蚊子有多长 它会自动去适应 自适应的去排版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处理这种效果呢 就比较的简单 那么我们只需要给它加一个这个左浮动的属性 好 左浮动这个class样式呢 就可以了 OK 那么我们给它加一个这个左浮动的这个样式 好 那么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标签呢 就已经聚中到一起了 但是呢 这样呢 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想让它们呢 有一些间距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这个调试 好 这样来调试呢 我们可以给它的外层呢 加一个这个class属性 那比如说在这个三个系统这里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tiglist OK tiglist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tiglist呢 添加样式 打开这个css文件 那么在下面 这里下一个注释 tig 好 点tiglist 那么 在这个tiglist的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那我们可以给它加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padding 对吧 加一个这个上边距 好 可以加一个这个上边的类不白 padding top 比如说15个像素 那么这个标签呢 它就会离我们的这个输入框呢 有15个距离 15个像素的距离 OK 然后呢 我们在单独控制里面的这个 呃 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深刻变数 找一下它们的共同点 那么 它们都会有一个类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letter 对吧 OK 那么我们可以 在这个tiglist的下面呢 加一个这个 letter OK 那么我们给这个letter呢 加一些这个 measure 好 给它一些这个外边距 那么我们让它的这个 上边距呢 为0 上右 右边是10个像素 右边是10个像素 下边呢 也是10个像素 左边的话为0 OK 这样来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们的这个距离呢 就出来了 对吧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点 那比如说 给它加成这个 上右 15 上右 下呢 都是15 然后呢 再来刷新 好 可以 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颜色 我们怎么样来 给它修改呢 我们可以找到上面 在这个可边 可这个 可关闭 警告框的上面呢 找到这里 那么这里呢 它就给出了 我们的四个演示 对吧 四个演示 那么这里呢 这个letter后面的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more样式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 更换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 给它换成什么呢 换成一fall 看一下 给它修改一下 改成这个 警告呢 给它改成一fall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颜色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颜色 对吧 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话 并没有和这里对齐 那么 找一下原因在哪 我们可以审查元素 来看一下 好 找一下问题的所在 那么 这里的话 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 上边的这个 是占用了这个什么呢 占用了十个 所以说 它会进行一个 这个外边距的一个 出现一个外边距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的话 也可以给它把这个外边距呢 去掉 好 那么我们怎样来处理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加一个这个通用的属性 通用的样式 那么在这儿 padding measure 这里 OK 那么我们给它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 看一下在哪 加 好 就在这里 加一个这个padding 专门处理padding的 OK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写一个pid0 那么这样呢 来表示这个padding为0 对吧 给它一个padding为0 OK 然后呢 把这个padding呢 给它附到这个上面的这个输入框这里 好 找到这儿 然后呢 再来刷新看一下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两端呢 就对齐了 我们来缩小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那么缩小之后呢 它会跑到右边去 它会跑到右边去 左边来 它这个天津暗影呢 会跑到左边来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tig 标签管理的这个制作方法 那么也是比较简单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本套课程的话 我们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 下一节课的话 我们来对这个课程呢 做一些这个总结 然后呢 再给大家呢 介绍几个 介绍一个这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 BotSharp的一个模板网站 好了吗 它是基于这个BotSharp呢 来进行这个 它的这个样式的一个控制 这个修改 那么也是非常的漂亮 好 那么我们下节课呢 来看一下这个模板 好 那么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